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的基金经理赢钱博弈频道,我是朱sir 今天是2022年3月25日,承接我们之前的两集也有提过港股有一定的风险 并不是说由18,000多升到最高24,400,但足足足4,000点 然后有人会怀疑究竟是否那个牛市回来,会不会来一个结构性大牛市 或者就是说如果我现在不追货的话,或者不追回下面剪掉那些货,我就没了 股市就永远都不会再回来的了,老实说,升到22,000多的时候 你感觉到民间是真的有这样的感觉的,OK 就在我心目中就未必是太不示了所谓的股市的风险力 还有就是说我都是提了连续两期,提了两次 期指的保证金其实已经升到历史的高位了 通常这样的情况是显示了多数以历史的经验 也显示了往后的沽压是会加大的,风险其实回调的机率是会高过继续升的机率 所以都会觉得应该用一些科技股或者是科指去组个对冲 你看到近这两天,恒生指数终于跌得相比较多了 特别是星期五那个跌势又跌回来好像之前是伟天灭地式 或者是全面抗散下回来的,所以我们提醒的风险 或者之前我记得我之前三个说过的就是说 如果你觉得它是跌穿22000点的,那你就进一步追沽了,拉个平均高去追沽了 其实我们会发觉这个对冲的策略都算是发挥得成功 另外,倒回来就是说相对比较看淡的港股 然后就是看好美股那边的,这个这样的,Long US 然后Shot Hong Kong,这个策略我觉得都算是成功的 包括在美国这边,我们会看到的气势也是相当之好 我们都说了几个月的Apple,总之就是说这些股票 我们就是真的不是说架坏人,而是真的不止蝕的,这个我们不会理会的 有一个相对的低位去做,有一个相对的低位去做 有一个相对的低位去做,不如去侵吧,这个 你看到现在爬爬爬,都爬回到170多元那些位 那连record high都是欠了10元之余,那你不会record high去买的 那现在你拉了平均价,那你没理由这样也租的,这个行为 正常来说应该赢钱的,那未来就继续,都是要看紧一点 那我说股下星期就是奇极的了,那如果他继续押下去的话 那很大机会呢,其实就押到一个相对比较低位去进行结算 那当然呢,又不会去到170多元那些这样的价位的 那就是相对220多元那些这样的高位,多留会回一阵 那然后去结算的了,那另外就是说,不是宋庆 其实基本上是在大概前五六天,由20000点夹到去大概20000点 左右那里始终都有一个跌口的,那跌口呢 那跌口呢,玩到今时今日,其实都没填补的 那所以呢,就可能会填补去到那些这样的价位 那时候其实都不顶的,那所以大家都要继续去注意风险啦 那另外呢,我也都想回应回有一两位很有趣的hater 那又出来的,那我觉得很有趣的,他们那些hater的言论 所以我觉得很值得去回应一下的,真的 你结果都是笑眉眉的那样回应的 那第一位的亲爱的hater呢,那我就找回阿sir在一两年前啦 那当时呢,的而且那条片呢,是看淡941的这个 那现在呢,又criticize我,哇,现在才满出来呢,就叫人来玩回 那第二个呢,我觉得真的有趣的这个,就是我经常提过的6969思摩尔啦 那他criticize我呢,当天看好6969,现在只剩下20元的这个 就是好像说我累人输死那样,哇,这一个呢,就算是出奇的 我一会再回应一下,好了,那现在呢,就回应回6969 这个,我觉得真的很好笑的这个,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其实,如果你看回当时的片段的真相 就是6969那时候,我那时候只剩下40元而已 他之后升到最高,升到89元,由此又再倒下来 OK,因为政策或者业绩那样的关系,这个 哇,那我心想,你这样都在问候得到什么呢? 就是呢,你由40元,那整倍呢,你就当好像我没有说过那样 又呢,跌回去呢,跌穿了40元,又跌到20元呢 你又说我累你输一半呢,这个 那其实呢,你这样做呢,是不是很有趣呢? 我又不想公开地criticize你是傻仔啦,这个 但是,就是有些事情你自己心里有做呢,这个 但是,就是说有些人呢,其实就是说,写了一个criticize 然后呢,就觉得自己呢,好像就是,就是那个criticize 真相,就好像对那样的了 他完全就是,就是干扰了个视听 就去忽略了别人呢,原来当时说的那个价位是多少钱 最后是曾经升过多少钱,这个 所以呢,有时看一些hater的言论 有时都要少少少少少,觉得觉得比较有趣少少少 那941也是这个 那,我的确实当时是看蛋941的,这个 我当时是举了一些自己的理由 好,那最后它就升了,OK,没问题的,这个 那我想说两点就是,第一,今月的业绩是好 而且派息又大幅增加了,承诺也做得很好 那就玩了,那其实有什么问题呢? 第二就是说呢,更加有趣的一件事 就是说,啊,也是因为你是我hater 那自然你是我说什么都不喜欢的啦 那或者,你更加不会是我学生啦,对不对? 那所以呢,如果你不是我学生的话 你就自然不知道 原来941,特别有一段 我们Premium的同学仔那里 那个群组那里,我们是吃过大浸 天天地一鬼神的,前面有一段 48元直车到去,57元那段 我们的Premium的同学仔,那段 这个Long call是吃到应了 这个,当然啦,你作为hater 你就说我喜欢说什么Kill都可以啦 这个OK,我也不需要再和你这样辩驳啦 这个,如果我要,啊,啊, 我不想说吹鸡,你那字这么肉酸啦,这个 我就是说,如果我想去号召,啊,啊, 所以, alors也�愿着想去公共YouTube那里 去证明他说,那 то explicit 从 vir겠어요るALT 这个号召升到 pregnan 这个是号召,然后lichesem it 那家这个号召,什么时候取得 都是假的 所以你喜欢说什么都可以 没关系 等于我没理由很没礼貌 但你叫我拆头 我没理由叫你做狗头 所以整体的结论也带现出最近有些人的心态也不太好 结论就是港股现在显示出有多好的股票呢 总之香港我做西平安教了 多好的股票呢 升了上去你一定会均匀走人的 或者换回美股 或者换回下一个旧前景的一个所谓的反快 而不是说持住股票 总之升多少都不走 回落那时候又在问候别人的爸爸妈妈 其实就不是这样 很明显 通过这样的批评就能看到做港股的心态 其实来说是有待改善 这个OK 去到那个是所谓的正题 其实我们看到有不少的企业 公布完业绩之后 其实会令到股票的波幅率会更加收窄 或者来说是会更加低 最后我都会提及 就算是腾讯 这个就是调股王 我也觉得公布完业绩之后 其实如果要上抄底 真的可以忍一忍走 因为腾讯的业绩 其实是会令到它的波幅率 是进一步周扎 或者是进一步来说是转差的 这个走势短期来说 所以就要留意一下 可能再要等多段时间 我们逐称要磨地板 磨多段地板之后才考虑入场 会好一点 同样地的情况也是在顺与江河里面 也有一种可能是做一步离 或者磨地板一段时间 去阉光投资者 那个机会也是大的 所以这个整体来说就是要注意 再者 其实我们就是说今天也有一些新鲜热热的新闻 就是美国是否认中国和中国政府 是达成了上市公司的审计稿件的妥协 这个其实也是今天所有科学股 抗散炮息下跌的原因 在整体而言 我对于这个审计稿件有两个看法 第一就是说我自己都会倾向美国 其实是不会放生 关于审计稿件的事件 我觉得其实很大机会到最后 无论是一些敏感型的企业 或者不敏感型的企业 他都是不会放生的 他仍然是要坚持去看 这份是所谓的审计的底稿 当然了 站在中国的政府就更加是没有可能破业 现在只可以等美国单方面来说 可能是松了口气 因为毕竟在批准那边 其实在美国那边 不是我们中国这边 所以只可以等美国那边去松口 就是中国政府这边 其实肯定是不会给他们看的 特别是一些敏感型的企业 更加没有给你看的 因为当你看到之后 会有很多很敏感的信息 或者很多很原始的一些figure 或者很敏感的figure 其实会被美国政府那边看到 这件事其实是门对企业的角度 或者在国家安全的层面里面 其实中国政府也是不会接受的 所以这件事件 也可能会定期地不断地去间歇式地地震 或者间歇式地去干扰那些上市公司的企业股价 大家期望这些这样的闹 其实也是会持续的 当然其实朱sir会比较悲观一些 我自己会觉得去到可能两三年后 去到一个终极的大限 其实美国是会赶好所有中资的企业 赶回我们回大陆的 就是赶回我们去香港或者内地那边 到时你会看到近乎没有中外股存在 这是我自己是比较悲观点是这样想的 当然这个去到终极大限之前 都是有起码三年的时间 去到起码2024年 但是中间的妖弱 其实大家都是要接受的 所以我都会对于整体的中外股里面 逢是可能反弹到这样 就会吹这些闹剧 就被一些可能大户上下棋手去赚钱 大家都要留意回 这个闹剧可能继续下去 而我们也看到第二点 就是在审计股件这些事件的情况 就是你看到今天回调的科技股 也不仅是在美国出市那些企业 你看到有一些是近乎反弹到这样 可能比较小的科技股 你看到这种乘机都是回套的 所以你就是说 如果基本上比较差的科技股 理得你是不是审计股件 理得你是不是美国那边 就是照队下去 比如说好像是快手 1024 你看到其实审计股件是什么 什么时候呢 那他就照顾了8% 和一些是有审计股件问题 那些股票的跌幅 也比这个更多 就是好像9-100公斤 也没有跌8% 这个只是跌5.3% 但是在审计股件 其实有关于事 就变了很大机会 所以你看到其实是一个借势的 是所谓的下跌 那当然就是说 有些比较差的科技股 可能反弹都可以是差不多的了 就是比如一些 医疗电商的股票 比如241 或者6-100 这些 可能完成了 到声浪 现在再回调下来 那可能会继续再有 再回调 其实也不奇怪了 所以大家都要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了 而第二个我们要更新的 就是刚刚推出的美团的业绩 美团的业绩 其实事实说 是真的优于市场的预期 而它道得相对比较好的地方 就是在外卖那边 和在酒店那边 的确是有一个改善的进一步 无论是绝对的 是所谓的升幅 或者是毛利率也有改善的 因为我们看到其实 在外卖那边 我们看到利润绝对是17亿 相对上一年同期 只有8.8亿而已 盈利是双倍了 但是它的营收是没有双倍的 所以就是说 淨利润都是进一步 就是有明显的改善 那我就不想为踩而踩 那这里真的有改善的 因为可能你有造胆的 或者你的基金员是有造胆的 390 那你就在公开平台踩它 我们用业绩出来 我只可以用业绩的说话 那在整体来说 的确是有改善的事实 那你只是用个计算机 一锤 你看到淨利润都是进一步 扩张到6.5% 上一年那个角度的淨利润 只有3.5% 那这个是有改善的 而进一步就是说 在旅游那部分 其实在无论绝对借的淨利润 这个盈利润 这个盈利润 相对这个 这个 71亿的营收的角度 它的淨利润润 大概是39% 但是呢 现在呢 它就到了团主 是39除87 那这个淨利润润 由去年的39% 它就到了一步改善到44.8% 那这一句也是有一个明显的改善 你不可以为了看淡 它又肯定去弄屈它 OK 这是一个有改善的事实 那当然了 就是说 在持续的隐忧里面 其实的而且我觉得 有两个隐忧 第一 就是那个规损 你看到 在生业务那边 是持续地放大 而老实说 营收的增长 又不是说 厉害到核爆那样 那种 就是由90亿增长到146亿 大概增长到50多 60% 那其实 这个幅度不算 说真的超过市场的预期 那这个是无损率 到了转 是做一步扩张的都挺重要的 我们都会事实上是会看到 那这个也都来说 在中期里面就是说 因为我们Xperia美团 是去到今年 一二三四季 那个持续的亏损 都不会有明显的收责 那变成全年的亏损 可能都去到300亿或400亿 去继续燃养的话 那其实股价也未必有很大的放大空间 OK 而进一步 我们就说 其实在现在 就是中国的疫情都控制得 似乎 开始就不是太好了 我不想用失控来形容 部分的地区都OK 比如深圳那里很快搞定 那我们看到 上海那边的防疫 就是做得比较差的 而全国的感染数字 都进一步来说是加大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后 我们就是说 其实是两大业务 就是说在旅游和外卖那一部分 你都看到 我真正最厉害的 cash card 其实是在 酒店那一部分 问题就是说 现在是疫情防控的情况之下 那可能这一部分 酒店到家到店到旅店这一部分 就可能会受到拖累 而外卖就算是增加了 可能未必会被盖住 酒店那一部分 那一部分 这也是 市场来说 是在一步来说 是一个挑战 而且就是说 在无论外卖那一部分 或者旅游那一部分 就算是正常的 它再增加增长 还不可以增长到二三十个百分钟呢 那可能持续来说 是有了货帮的情况之下 那幸好美铁也跌得相比较多 所以可能稍微反弹 也不足其 是股价可以潮再弹多少呢 那我都会相对来说 是比较会怀疑少少的 所以我都会展望 就是说 可能星期一开市 可能股价是客观 就应该正常有所反弹的 反弹一下 因为其实它已经是偷步的 跌下来先 但是它也没有显示了 一个这么加 亏损抗弹的业绩 所以除非市场 就举到是毁天灭地 丧尽天良 正常可以借一些蚁 反弹一下 也有机会 但是你说打得多不多 我就做主见 就应该弹得不太多 所以这个就是客观 我觉得 尽快想做客观的业绩分析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好了 那我们说完 是港股之后 那我们就去说美股 那美股 其实也是很承接 我之前所说的 整理指数的角度 都进一步来说 就是说纳指的上升 之前也提过 就是说你不跌穿 13700位 13600的这位 你又不用太过紧张 对纳指 就好像 坦白说 10年没赚过钱 那样 升少少就在那里害怕 其实你不用太过担忧 那你见到 你继续也有一个升幅 那再一步 那我们见到 之前弱势的晶片股 也都暴力地反弹 因英伟达为首 那我觉得英伟达 应该是出了最新一期的GPU 被人以为是非常之强劲的功能 那所以市场对于期望 或者期望都相对比较大 那这个也是提振了整体的晶片股的升幅 那我觉得已经伟达为首 这一些的 那其实如果有货的话 那就继续地放在这里 那整体来说 我都会觉得 在港股整体来说 是相对比较看淡 还是美股是相对比较看好 这一个看法 我仍然都是不会去改变的 而再一步就是 比较比较好的股份 也是有Tesla 那由七千元 sorry 七百元 暴力亦到了一千元之后 你见到暂时一千元 这里都好像 没什么明显的阻力 都记得在这里 那我觉得Tesla 整体来说 所有的业务 都是向着利好的因素去进发 包括就是说 今年那个车的基地 由去年的两个 现在去到四个 柏南那边又开了 中国那边又再一步来抗产 所以在汽车里面的销售 其实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而在毛利率里面 应该都可以保持到的 因为虽然现在资源价格 其实得税率比较高 但是也都说 提价都可以提到很狠 而我其实都相信 市场的人 消费者也都充分地接受了提价的所谓的预期 也都不会玩为提价 也很乱吵 因为全世界的通常都这么厉害 你无法不接受 你什么东西都不买 OK 但是Tesla 我也会觉得 近期的升势都相对比较急 可能也都 留了千元的话 就是可以这么容易去找呢 那我先回来 先离身了 也有持有Tesla 但是就算自己之前有Tesla也好 也不会说暂时太过乐观 觉得一定是尾巴班 一定是秒杀地 站稳了一千元 就继续爽夹上去 我觉得就应该没那么强劲 可能会有少少回调 可能回到三五十元 在九百五十元这些位 然后再做一步冲上去 我觉得反而这样走的话 是会进一步地健康一点 当然了 Fundimental里面 其实在整个新能源板法里面 汽车板法里面 就肯定以它来 是最看过线的了 OK 好 最后呢 也是回应一些网友的问题 第一条问题就是 朱sir 请问如果今次做对冲的话 是不是Tesla是比较理想 其实我答我很明显 当然是用Forge 让我理想 那你会看到 其实今天Forge的跌幅 都是比恒生指数 比恒生指数 你看到HTI 跌了4.98% 我们要百分多来看 跌4.98% 那相反 恒生指数跌了2.47% 那所以呢 就像是市弱 那时候Forge 最重的都是以百分多来看 如果以百分多来看 好了 那另外 有人就问究竟是富途 或者Apple 还建不建议买 这个 富途呢 由于由26元的位置 都反弹了不少 而他向上 基本上 封顶 都应该挺封顶的 一来他由头到尾 都不是特别便宜 那二来就是说 在客户里面那些 风险安全 或者是开户里面的 究竟中国会不会 之后制止所有中国人 在富途去开一些离外户口 那其实仍然是会困扰的 不会因为不提一轮流 又有所改变的 最后来说 应该全部禁锁了 对于将来的中长期的增长 也有所一定的保留 或者一定的阻碍 所以在特别富途 已经弹了一团 的情况之下 我自己也不太建议 那至于Apple 就是说 其实沿途 我都觉得应该 总之是跟着买的 那我们也不会觉得 170元这些太贵了 当然啦 如果你又好像前面 941 或者6969 这些这样的人类 那如果每一做了 又跌10元 又问客户里老母 的话 那其实就 你不如不要再听 就是你听 你简直是 你觉得你污染了 你自己的耳 这个 我就觉得你在污染我 是不是 这个一跌 其实是很差劣的 你作为一个成年人 当然不是骂这个网友 完全不是 我是联想到 如果有人 是连Apple这些股票 买完回来 跌少少 你的嘎嘎嘎嘈 其实我心理 数据会很恶劣 或者品性会很恶劣 所以大家真的 要留意 这个 我又不要因为我 近乎盲 你觉得我 我不想说盲撑 盲 因为我是很强力 支持Apple 而有一段 因为这个强力 它表达了意志 而有一段 是因为这样 就开始在挑剔 挑剔 问老母 其实真的很厌 这个 OK 所以大家 要留意一下 好 然后第四 我记得有点 还挺有趣的 有一位很有趣的人 就说 主持 就是我 恶意做淡 发灾难财 遗害股幻 此风不可掌 哇 我心想你说就是了 你真是搞笑 我心想这个 哇 如果是这么容易的话 你也带我说得更白 我真的再说多两句了 这个 如果世界因我而改变 或者因我而行动的话 这个 我就先说多两句 然后再跌到三千点 然后我做我 是几百 几万张棋子 然后再反手 插它上去 升一万点 帮助你脱虎海 是不是 这个 我好快就像巴菲特 这个 你真是好有趣的 我心想这个 这样的东西都写得出的 这个 有一段都不用我怎么骂了 即使有网友 就骂他 就是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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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这个 我觉得这些 老实说 就是不用我骂人 人家都骂你了 你这些这么有趣的东西 好了 最后 就是说 五百六 海螺创业 究竟能不能够 其实五百六这个随正 我觉得很差劣 完全是坑害股民式 那么 其实我这种随正 最主要是怎么暴跌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分拆出来的 子业帽 都是海螺系的子业帽 那些人是一开始 那时候不太懂计算它 究竟是被分拆出来的 所以一开始 其实是高位马五百六那天 其实你现在没有就暴 这种很薄劣式的随正 以前也试过的 就是建业地产分拆中原建业 那时候都有类似 一些暴跌的情况 而由于之前那个 是说的是地产的关系 事后看回 拆完之后 两只都是死路一条 两只你哪个够马 你最后就是死路 无论他买他的儿子 中原建业 或者是妈妈追随地产 你最后也是不行的 OK 所以就是说 有了这样的经验的角度 那我们看回 可能五百六 都可能来说 相对来说是一样的 这一个 那可能当然了 你压到一样一样 可能弹一点都会的 但是我觉得 与其这样 在这些这么疯狂的市场上 这么狠狠 不如我分住买Apple 不要严厌 分住买Apple 安乐乐 吃饭 安乐茶饭 慢慢增值 好 好了 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 记得订阅 赞好 分享给你的朋友 那我们四月份 都是跟他们 是有免费的工作 都是zoom进行 日子订好之后 再会告诉大家 如果有任何关于港股 美股的问题 也可以留言问我们 我们会再次回答大家 我是朱sir 下次再见